高鐵藝術延連一個很獨特的重點就是 它不是發生在博物館 也不是發生在美術館 也不是發生在劇場或音樂廳 它就是發生在一個 人來人往的一個交通工具上面 它有車站 它有車廂 它有月台 藝術要怎麼樣進入高鐵 這個絕對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有在高鐵進進出出的這些旅客們 藝術對它來講就是個不期而遇 整個高鐵藝術園年 我就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滲透 怎麼樣讓藝術無聲無息的 可以滲透進來 然後第二個階段就是擴散的概念 利用科技介面 然後讓藝術的內涵可以在不斷地擴散 這個計劃我們就組成了一個非常跨領域的藝術團隊 有編劇 導演 有美術的 然後有聲音的 然後有影像的 科技的 技術的 把它們結合在一起 共同來創作這個重片 高鐵是一個速度非常快的一個交通載體 那人在裡面進進出出的 不太想在高鐵站內有具體的一個演出 因為我覺得好像可能很趕 那可能看不完又是很片段 因為阿布他做很多的不同的媒體 他就提出他就做AR好了 我就說好啊 那就做AR AR它並不限於在什麼地方 那AR它創造的也是在手機裡面的畫面 所有的人其實都拿著手機在走來走去嘛 所以這幾個條件加在一起 我們覺得AR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就是當你問了一個問題之後 然後它會出現跟你相關的一個角色 跟這個角色的一個困惑 然後這個角色它在一個場景裡面 還有一個相關的一個 你很熟悉的一些物件 反正所有的場景物件都會象徵了 你所提出的問題的一個解決的可能性 再透過後面最後的一個解籤 讓你更了解你自己的一個故事吧 場景成音樂成影像成文字 關於特效的關於音樂的 這些每一個組合成起來是六十億多種 所以你絕對不可能看到 同一種 當然會聽到有些朋友說 蠻準的 我聽到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當你覺得蠻準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開始有互動 你就開始跟自己有一個對話 高鐵是看得見旅程 處處是跟你自己的對話 也就是說你問了一個問題之後 處處等於像是 作為一個故事的開頭 然後勾出大家的內心小劇場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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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